我們七長 還有謝理長 各位主任 還有我們各位鄉親 大家好朋友 我先這個案子 我在這裡也要在家 拜託我們蔡依召幾人 尤其我們地方的居民最擔心 最重視的就是水的問題 那水的問題 實際上這麼多年下來 也是我這邊一直在注意的部分 那所以剛剛我們孫建築師提到的一個部分 希望說在這個量體的部分 能夠拉到一定的一個標準 我想這個如果能夠規劃超越我們正常的一個標準 可以提高這個標準 我相信對我們地方的幫助 一定會更大 對我們所感到有餘力的地方 包括安全方面的問題 我想也會增加一些幫助 包括剛剛提到我們大吳山東街的 接底這個自動承轄室 13萬立方的這個部分 剛出在興建的過程當中 我也一再拜託要求我們市政府一定要拉高這個標準 我想在建造的過程中 我們牽涉到無非就是經費的問題 那經費呢 給倒入掛 對地方上的均勻是好的問題 好的一個案子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多花一點錢都是值得的 我想這個部分要在這邊拜託我們 持續這邊 我們招集人這邊 一定要重視這樣一個問題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我也要在這邊再次的拜託 這個拜託我們蔡招集人 我們這邊在這邊辦了三場之後呢 能夠再回歸我們大吳國小再辦一場 我想我這幾天聽到我們社區的一些朋友都提到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希望拜託三場結束之後 能夠再回家大吳國小再辦一場 也讓究竟能夠聽到我們一些妓女的聲音 那如果是可以這樣子 我想對這個案子或許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幫助 謝謝 謝謝 謝謝